這個我可以吃一整盤 是是是 這個油花就跟剛剛不一樣了 是喔 剛剛的那個甘甜味比較多 對 但是這個吃起來已經開始有一點油花 所以你咬下去的時候 感覺開始吃像和牛的味道 和牛 和牛的味道 有有有 可以行嗎 太香了 很香 我們剛剛這樣切的這盤在這邊的話 大概多少錢 1499 1499 那個 我跟你講在台北 你一顆就500塊 對 主角要登場了 Otoro對不對 Otoro 有的人吃Otoro 東港的美味在這裡了Niki 好像來到那個TOKYO FISH MARKET 真的 你怎麼知道 什麼 你問老闆娘 聽說你們整個店裡 你不為了要打造這家店 還特別跑到了日本去學習對不對 對... 到了土地市場 他到了土地市場去學習 好厲害喔 真的 所以那時候為什麼有這樣的想法 會過去想要去哪裡 把東西帶回來 以前這個市場非常的傳統 就是一般都是外帶 就是沒有像土地市場那種 可以急功調索 讓你看到海鮮 然後像你們這樣 坐著就忍不住 就想吃這些品嘗 所以我就去研習 然後把那邊比較棒的東西 就是把自己帶給消費的 精神 對... 對... 我喜歡的感受巴塞 是 現在這個季節 剛好是我們東港的黑尾雨季 就在四月的中旬這一段行列 然後TOLO當然就是我們這個季節的TOLO 這個是野生現撈的TOLO 是... 所以就變成說它這個裡面有好幾個部位 是... 你由那個顏色 大概就可以看得到 比較紅的那個 這個是我們東港在地非常喜歡的部位 叫TOLO 然後這個就是中部 我們從油花比較少的 然後到中部 到上部 到金山港 整個可以入口部 這樣 對...所以等一下你們要品嘗的時候 它有優先出去喔 從這邊先吃 從最不油的開始吃 沒錯 OK 好... 因為人的嘴巴不能從... 你吃到油的 你等一下吃這個你會覺得 哇...你那麼難吃 對... 很厲害 怎麼了... 感覺怎麼樣 你現在就已經要尖叫了 你後面怎麼辦 真的很好吃 這個肉感覺怎麼樣 這個沒有像那個那麼肥 對 但是還是會融化在嘴巴裡面 是... Niki 我剛剛這塊魚肉 我只有沾醬油 我沒有沾芥末 你沒有芥末 因為它本身肉質太好 是... 所以你沾了芥末之後 你會特別的嗆辣的味道 會把魚肉的味道更乾淨 你等一下下一口 不要沾芥末 就不要沾芥末 你只要吃一點點醬油 醬油 好 然後吃它的魚肉 怎麼了... Niki 你那塊怎麼樣 更好吃 更好吃 講一下 有什麼感覺 有什麼感覺 那個肥肉真的很汁很油 但是不會膩 有時太肥的話 你知道吃一顆就覺得 我沒辦法再吃第二個 結果我可以吃一整盤 是... 這個油花就跟剛剛不一樣了 有 剛剛的那個甘甜味比較脆 對... 但是這個吃起來已經開始有一點油花 所以你咬下去的時候 感覺開始吃像和牛的味道 和牛 和牛的味道 對... 而且很細心的 你在每一個針魚片上面 還把紋路切出來 是... 讓客人放到嘴巴裡面 可以馬上更快的融化 對... 還行嗎 還行 很香... Niki以後你要記得 老婆如果回來台灣了 4月份到7月這個時間 一定要來東港 好好吃喔 一定要來吃歐多龍 對 他日本也可以去歐多龍 可以 日本也可以吃 但是在台灣吃更便宜 對 而且他有時候來台灣 他很愛吃台灣料理 但是也有時候會想念 日本的素可以來 是... 我們剛剛這樣切這一盤 在這邊的話 大概多少錢 1499 1499 那個... 我跟你講在台北 你一顆就500塊 對 一顆就500 沒錯... 如果你要吃到上鋪跟三角鋪的話 一定超過500 對 一定超過6千多塊 所以在台北的話 一定是Double 或是Trible 對... 一定是上去的 對 一顆就500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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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多次 多次 我吃到 多次 都是 有一個 我看在哪裡 都可以吃到 你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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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廳 你吃到